4月29日,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与中国驻多哥使馆举行视频会议,分享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经验,帮助多哥的中资企业、华侨华人应对疫情。 中国驻多哥大使、朝卫东、中国第23批元多哥医疗队队员、在多哥的中资企业代表、在多哥的华侨华人代表、孔子学院代表等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中国驻多哥大使、朝卫东表示,随着新冠肺炎在全球迅速蔓延,非洲疫情防控也面临巨大压力。 当前国内的疫情防控向好在此进一步公布,但是非洲的防控疫情形势不容易关,我们已向所有的中间在内的非洲国家援助的多批抗移植。 我们原建的东北地区中心医院也被多方指定为新冠肺炎疫情处料的核定医院。 视频分享会上,山西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家龚青梅表示,中医药在抗击疫情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向使馆和医疗队推荐了部分有效治疗新冠肺炎的中医药。 面对中资企业提出的防疫问题,山西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家贴平为针对多哥天气多湿热的特点出了一些建议。 一个是机械降温厨师,一个是使用那个这个尽量的使用这个冷风机,在这个车间啊或者是其他室内啊,冷风机机械降温厨师。 第二个就是缩短防护用品更换的时间,要保证一个防护的效果。 第三点呢就是加大行政管控,要准处注意个人防护。 还有一个就是环境清洁消毒,尤其是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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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失热产生的气溶胶的这个消毒上。 因为可能出了水蒸气病毒可能在这里就悬出了,所以这个人要消毒。 据了解,山西省医疗队对非洲的援助已持续40余年,目前承担着多哥等三个国家五个医疗点的医疗工作。 我们非常愿意协助使馆做好再多中资企业华人华侨的疫情防控工作,帮助增强防范努力,保护好身体健康。 配合使馆加强与多哥有关部门的交流。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防住外方做好防控工作,为促进多哥早日战胜疫情,贡献山西力量。